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洲地区天梯排行第一的小鹰 我平时非常多的视频素材 还有一些练习的时候 都是参考它的小鹰的 但是我参考了这么久 始终达不到它的小鹰的水平 它的小鹰水平确实是很强 尤其是在空中的一些命中上面 就比如说它对着空发一个空波 或者是地面一个蓄力的波 打中以后后续的连招 做的确认非常的精准 根据不同的距离打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上面 我还是比较钦佩这个人 拳黄的上面的一些确认的东西 它可以非常好的沿用到结霸当中 内容这边的话 这是第一届CPT的一个黑马 当时是击败了美国最强克林内菲 给我感觉非常的震惊 没有想象到那个场面 因为内容在出道的那一战 根本没有任何名气 跳中脚下了命中 小鹰这个角色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进攻手段非常的少 在地面利回上面 是没有什么很好的突进招式 主要的一个进攻手段 就是集中在跳上面 什么时候跳 会跳得中对手 这个就非常的讲究 但是具体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跳的时机的把握 还是根据每个人有不同的 但是你要用好小鹰 你必须要学好跳的时机 而且出拳脚的话也要考虑的很清楚 因为跳下去 这个打击范围并不大 如果说你要用跳出跳中脚 就会像这样 对吧 很容易想打高点 就打不中对手 但想打低点的话 很容易又被对手升龙升掉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以去判断的地方 开V了 这一套内容压过来 压过来以后直接跟上一个VT 调中拳 现在是手上有这么一点具体上的优势 但是Kusanagi防了很久以后 沉寂了半天 突然出了一个中脚 直接扛到了对手 清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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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点了四下清拳了 内容这边完全不敢动 这个清拳的后面的有力帧数还是挺多的 应该是加二 中拳 下清拳七手以后一套 哎呦 Kusanagi在最后的时候 感觉对手可能继续会前压 直接选择一发升龙以后 把自己的所有资源交出来 一口气带走了内容 果然是美洲英皇 美洲英皇今天的这个表现 从整体的状态来说还不错 因为他的几次进攻上面 打的都非常的干净利落 出脚就中 无论是空中出还是从地面出 成功率都非常的高 上来先发一个慢波 在远区里把波续满 波续满的话 如果说让小英把波续出来 那这一个波 基本上打过去就是一个 比较强硬的进攻 但是很少有机会 可以让他把这个波给续出来 因为这个是动作非常的慢 对手有充足的准备时间 清拳抢中以后又跟上清拳接生龙 清拳走上去想要再责对手 背对手直接抢中以后 EX白队出来 接下来是一个正义则 走正面 库上来可以防得很稳 能用这边两块大兵 还没砸下来 直接吃了一个清脚 接EX圣龙把距离再一次拉开 清脚以后直接再选择一次跳入 一个跳入距离又稍显不足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判断好 这个话你必须要跳中脚才可以打的这种比较远距离的对手 那跳中脚的话就是打点过高 容易被对手直接对策下来 这边是选择一个假招 清拳以后跟上一个EX的旋风脚 带上圣龙还差那么一点血量 EX波 这个时候克萨纳给犯了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感觉对手血量不足的时候 用EX波先推过去 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局面想办法拉到主动 但是呢能用起身直接一发VT穿过来 中拳 这一次倒地以后选择的是一个后续的强压 克萨纳给别人很聪明 选择赖在地上不要起来 不起来的话可以规避掉很多强硬的泽 最多就被压一个普通的打头起身 中脚压一下 直接在前突 这一次跳中脚又没能成功切进去 不过落地以后的清拳又一次抢中对手 响应的拳脚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又快又远 在近距离肉搏战的时候 很容易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直接给对手来上一套 这边是带上了生龙带走了 那比分的话已经是来到了 克萨纳给的一个赛点 上来还是先续波 但是这一下续波是有点欺骗对手的意味 想要用空波去骗内容起跳 内容这边没有动 中拳以后跟上一个大神龙 大神龙后面有压几身追上去普通头 对手想要用什么招式去抢 但是直接就打晕了 现在手上是有1发C 下来做修正可以 这个东西是我也研究过的 当时我跟大家也说过 这个打运以后把波续满 然后清拳早点前前就是逆向 然后稍微晚一点点清拳 前前是正向 这个是需要给对手一个判断的 但他把对手想的比较复杂 出的是一个正面 内容这边直接防正面以后 是没有任何问题 再一个跳路 又一次跳路成功 Kusanagi今天的跳路 成功率非常的高 这边是要带生龙加C 直接带走对手 最后内容这边也是交代掉了 打得非常的不错 这个小鹰玩家 你们有没有记住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 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油订阅我的频道